文明暗 OK 那我們就開始 這一個議程並沒有出現在各位的大會手廁上 因為原本的講者有些問題我就沒辦法參加 那我是兩天前被臨時通知要來參與這個發表 那所以如果有什麼準備不做的地方就請大家多包涵 那我看一下原本講者要講的東西是 我記得是AMPJS 那AMPJS它其實也是一個Galmasquid的MVC的Brandwork 那我想我要講的東西其實就跟AMPJS會是差不多的 另外等於是類似的東西但是它是另外一個框架 那就是你們沒有聽到AMPJS 有聽到Galmasquid的MVC也算損失不大 那先自我介紹我叫Alive 我現在在摩滋賈台灣工作 就是前兩掌都有提的 第一場有提到摩滋賈台灣在台灣設的分布 那我現在在這邊工作 那我在Galmasquid的帳號是這個 那email是這兩個 那既然 因為我要講的東西跟某資料其實沒什麼關係 可是我既然偷用了公司的Tampery 我就要打個廣告 我們現在正在整人 那這是我們新的樓層的一些照片 那可以看到 已經被蓋掉了 可以看到位置還滿空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到104來應徵 那我在想誰會需要這個presentation的話 我想就是你是一個web developer 那你很熟悉 應該說你很喜歡JQuery 你用了很多JQuery的plugin 那或者甚至你是一個交交資源的新手 那或者你是一個 你正在做一個很複雜很複雜的web application 還有你討厭後段的東西的話 當我們在做一個所謂的web application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樣的選擇 就是你不會想從頭從0開始 那通常我們在用選擇這些框架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選擇呢 這邊列出的一些 這些列出的選擇是屬於ClineSide 就是不是ServerSide 是純JavaSquare來開發的 framework 有YUI就是Yahoo提供的 然後ESTJS ESTJS它其實是 稍微講一下歷史 ESTJS它是從 我記得是從YUI2衍生出來的 那一開始它其實跟YUI長得還蠻像的 就是UI的部分 後來到2.0、3.0、4.0 最近應該是4.0 之後它的走向就比較跟YUI的 看起來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有點像Windows的界面那種風格 那還有Nockout Nockout這個我沒有用過 所以我沒辦法多做什麼 再來就是Backbone 我相信Backbone這個名詞 會對Web的Developer會比較熟悉 因為它其實算是一個蠻有名的框架 然後最後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JavaSquare MVC 剛剛提到Backbone其實它是蠻有名的 這邊列出的東西是 就是今年JSDC的議題有三場有提到Backbone 那只有一場就是 ToniQ大大的JavaSquare MVC的compare 有提到JavaSquare MVC 所以可見 然後Backbone它甚至有 它紅到什麼程度 它甚至有自己的conference 叫BackboneConf 那可見它非常的火紅 可是我們知道就是在OpenSource的世界裡面 就是昨天不知道哪位大大有提到就是 在OpenSource的世界裡面 你永遠都會有別的選擇 不管那個選擇是怎樣的選擇 那我今天就是要提供另外一個選擇給你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網站叫GuruVShark 就是它是一個線上的聽音樂的網站 那它整個網站都是用JavaSquare MVC做的 對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打開 就是它的原始碼看一下 就是它的風格完全就是 看起來就是JavaSquare MVC做出來的 那總共我看一下應該有三萬多好 好 為什麼要用JavaSquare MVC 它的優點有什麼 第一 它是MIT license 這個MIT license提出來是為了要跟ESTJS做比較 因為我們知道ESTJS它其實算要錢 那所以我會特別講一下這個 那另外一個是它官網的Document還算蠻清楚的 最後就是它幾乎提供了所有 你會在開發Web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它幾乎都有提供你一些解決的方案 那它缺點是什麼 它在台灣很少人用 因為我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要找誰 所以我想它在台灣應該是很少人用 再來它沒有一個UI的Layer 就是你UI那邊還是要 它沒有預先定義好一些CSS 或者是圖片可以讓你用 像YUI或者是ESTJS都有提供這方面的東西 但是它是沒有的 這個東西我不是故意做成MetroStyle 不過不小心就長這樣 那我這邊要列出來就是 就是在MVC裡面它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一些feature 那不會全部都講 因為講不管因為太多了 那我接下來會用比較算是條列式的方式來講 有哪些東西是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那是在你遇到在做網站的時候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會需要這些東西 第一個是類別化這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 大部分的JavaSquery的Framwork 都在嘗試解決 JavaSquery沒有類別這件事情 因為你想要去操作 JavaSquery的物件的話 你會面對到一些 你可能覺得很便扭的東西 比如說像物件的Prototype這種東西 在實際上操作起來其實不是很直覺 那JMVC它有提供一個類別化的方式 來幫助你產生一個物件 那這個範例是從官網結取下來的 它這邊是定義一個class叫Monster 那第一個大括號裡面的東西 是指整個class scope的東西 也就是說Monster它的count 在這邊一開始指定為0 第二個括號裡面的東西 是個體化的東西 也就是每一個物件 每一個new出來的個體 會擁有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範圍裡面它會擁有 等於轉換給它 在這裡有一個類似的東西 你這樣更的聲明 可以把這個口調 也完全不單承 只需要一點點 同時無論點 並不慢 其實它這邊有很多 都以為 本人接受到 這次的認識 你可以把這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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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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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